资博市市委书记马晓磊用六个 自概括资博烧烤的爆火现状 这一段讲话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比某些人一直重复地说 找到关键问题和问题的关键强几百倍 马晓磊说 党和国家培养了我们 共产党员就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我们吃着人民的粮食长大 我们手中的权利是人民给的 党和国家培养了我们 我们共产党员就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我们吃着人民的粮食长大 我们手中的权利是人民给的 简短的几句话让老百姓听了 心里高兴又安慰人心 资博能有今天 大家是有目共睹 接下来马书记说的更让人激动 马晓磊书记说 我们打江山守江山是守着人民的心 我们只有把人民当亲人 人民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我们只有把人民的是放心上 人民才会把我们的放心上 我们打江山守江山是守着人民的心 我们只有把人民当亲人 人民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我们只有把人民的事放心上 人民才会把我们放心上 网友说这些话是不是好久没有听到了 自博烧烤的火让全国人民 重新对自博有了新的认识 没有想到还会有这么一个温暖有爱的城市 最后马书记用六个字概括的自博烧烤火爆的原因 马书记说自博烧烤火爆原因就是 人好物美新奇 网友们说把人好放在最前面是正确的 只有人心灵美才能做出好的东西 行出善良的事情 只有大家都善良的才能带动一座城更包容 对此大家怎么看 感谢观看